风味人间 甄选啤酒 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美的智慧集成厨房月家讨戏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 有类食物无处不在 四季食出凭借发酵的魔力 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气温回暖 一种冬季成熟的植物迎来最后的收获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非红色外皮 富含大量花青素 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 成熟地腌着萝卜水分富足 口感脆爽 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 八十四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四十年 腌制萝卜酸菜最受欢迎 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 青红花椒搭配鲜姜 热烈奔放的辛香料 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 食盐的加入 不仅可以抑制腐败 确保发酵顺利进行 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 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 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 也得益于口传新寿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 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 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 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 与此同时糖分减少 乳酸增加 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与此同时糖分减少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 浓郁的酸和辛麻口感双管齐下 生津开胃 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 市区东南五十公里 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 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 春雨之后 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 成二妹晾晒的大业界 水分褪去一半 到了回收的时刻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 邻居理化局时常帮衬照顾 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 稻米熬成浓粥 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 阴干的芥菜 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 水分流失近七成 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 息息相关 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 米粥与芥菜一同装谈 无需添加任何盐分 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炎炎防腐不同 脱水之后的大业界 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 古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 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 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胃饮 也可以将桃米水煮沸糊化 为艳养发酵提供能量 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 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一周过去 成儿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 芥菜滋养的恰到好处 纯和平顺的酸气 鲜声夺人 褪去氢绿 通体黄灿 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 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简单凉拌 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 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 那般娇艳张扬 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 从一粒稻米出发 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 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 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 更加广泛 整颗入坛的酸菜 纤维得以保留 没有咸味 更适合深度烹饪 酸菜浆水 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 仅需往火加热 鲜育滋味就能迅速释放 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 发酸香 入鲁股化皮 风鱼细腻 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 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 香甜软糯的汤圆 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 与无盐酸菜干辣椒呛炒 甜咸酸辣香齐备 贵州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 为调味的平衡之道 交出完美答卷 千百年来 贵州人身处无言之境 时间不断沉淀 人类智慧借由经验 代代传递 而酸菜的诞生 既是变通之道 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